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我连到这样的环境啊 心里也是担心害怕 咱们坐下说吧 好 那是去年的三月二十一号的早上 我收到一个姊妹转来的信 说他们去完会赵俊出门办事被抓了 让我们赶紧处理善后工作 听到这消息啊 我断是好紧张 心砰砰直跳 赵俊在我们教会做工作一年多了 很多接待家他都去过 这些家都得转业 这一时间往哪转呢 如果警察知道赵俊是主要带领 负责这里的工作 很可能在这边蹲坑抓人 前几天赵俊还来过我住的家 想到这儿 我感到自己很危险 随时都有可能被抓 就在心里不住地向神护求 求神保守我的心 祷告后啊 我心里平静了一些 想到神的话 信心就是一根独木桥 贪生怕死难通过 豁出性命能踏实通行 人有胆怯害怕的意念 正是撒旦的愚弄 怕我们越过信心的桥梁 进入神里面 阿们 神的话让我明白 这个环境啊 对我是个检验 我如果胆怯 不能尽上自己的责任 导致神话语书记 落入警察的手中 这不是失职吗 我得维护教会利益 凭信心 去经历神的做工 认识到这儿 我有了底气 急忙找佩大的弟兄姊妹商量 分头转移神话语书记 和尽本分的人员 是啊 神的话能给人信心和力量 是 我们刚转移完 又收到上层带人来信 说和我佩达的刘薇姊妹 也被抓了 面临戒联不断的环境 我一下子贪婪了 刘薇咋也被抓了 我和她佩达尽本分一年多了 那我是不是也被警察盯上了呀 我要是被盯上来 那可能随时随地被抓呀 要是被警察抓住 那可是往死里打呀 这万一把我打死打残了可咋办 又想到刘薇知道很多近本分的家 得赶紧抢在警察前面 把射击的人员和神话语书记转移出来 是啊 这是当务之急呀 对 想到这些我心里特别紧张 赶紧跪下来向神祷告 神啊 得知刘薇被抓 我心里特别紧张害怕 一时间不知道该咋办 神啊 我身量太小了 我领到环境不会经历 愿你开启带领我 加给我信心 嗯 祷告后 我想起神的话 你可知道 周围的环境都有我许可 都是我在安排 要看清 在我所给你的环境里 来满足我心 不要怕这怕那 万君之全能神 必与你同在 他做你们的后盾 做盾牌 嗯 阿们 神的话 给了我信心和勇气 神是我的后盾 我只要依靠仰望神 神会与我同在 现在刘薇被抓 我应该想办法 转移神话与书籍 和尽本分的人员 这是我的本分和责任 是啊 想到这儿呢 我心里没那么紧张了 当时也是晚上的十点多了 我找了一个弟兄 我俩分头找家转业 紧接着呢 我们又收到上层带来信 说赵俊把自己经过的本分 都交代了 不知道还出卖别的没有 让我们注意安全 我心想 要是赵俊说出我是带领 那警察能放过我吗 要是我被抓 我能尽得住中共恶魔的折磨吗 我要是被打死了可咋办 我越想越害怕 很想赶紧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那你要是离开了 还有人来做善后工作吗 是 我要想到这些来 佩搭的弟兄姊妹被抓 现在善后工作需要处理 我如果在关键时刻 不能尽上自己的责任 这不成缩头乌龟了吗 我遇到危险 自己先躲起来 不管神话与书记 和弟兄姊妹的安危 这是不负责任 是严重的背叛神的 可不走 我心里很害怕被抓 我向神祷告 神啊 我感觉现在进的本分很危险 想放下本分离开这里 我知道我这不合你的心意 神啊 愿你加给我信心力量 使我能在这个环境中 站立住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撒旦无论多么神通广大 无论多么张狂 无论他的野心有多大 无论他的破坏力有多强 无论他败坏引诱人的本领 有多广泛 也无论他恫恶人的花招与诡计 有多高明 无论他存在的形式 多么千变万化 然而他从来不能创造出任何一样 有生命的东西 他从来都不能制定万物生存的法则与规律 他从来都不能掌管 主宰有生命与无生命的东西 宇宙穷仓之中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而生 因他而存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主宰的 无一人一物是由他掌管的 相反 他不但要在神的权下存在 更要顺服神的所有吩咐与命令 没有神的许可 地上的一滴水一粒沙 他都不能轻易触碰 没有神的许可 连地上的蚂蚁 他都不能随意乱动 更何况是神所造的人类呢 在神的眼中 撒旦不如山中的百合 不如天上的飞鸟 不如海里的鱼类 也不如地上的蛆虫 他在万物中的角色 就是为万物效力 为人类效力 为神的工作 神的经营计划效力 无论他的本性多么恶毒 无论他的实质多么邪恶 然而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本本分分地守住他的功用 为神效力 做好衬托物 这就是撒旦的本质 与他本来的位置 他的实质与生命无关 与能力无关 与权柄无关 他只是一只 神手中的玩物 是神用来效力的 一部机器罢了 阿们 神的话语 有权柄有能力啊 是 揣摩着神的话 我有了信心和力量 认识到万事万物 都在神的手中 无论大黄龙多么猖狂邪恶 他就是神手中的棋子 是神为成全神选民 效力的工具 没有神的许可 撒旦再猖狂 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 想到2012年12月的一天晚上 我们正在聚会 七八个警察破门而住 当时我趁他们不注意 跑了出去 刚跑到小区门口 被两个看门的警察给堵住了 我掉头就往小区里跑 警察为了抓我 出动了一批民警搜捕小区 就在民警挨家挨户的 快要搜查到我藏的二楼时 我躲到楼梯脚旁边 我趁警察转到侧面搜查时 我就从小区大门逃了出去 没想到两个看大门的警察 竟然没有认出我来 我才逃过了一劫 感谢神的保守 还有这次 带领赵俊刘薇被抓 按人的想象 我们所在的地方很危险 那段时间一直都在找人搬家 随时都有被监控抓捕的危险 但没有神的许可 撒旦再猖狂 也不能把我抓去 是啊 从这些事实中看到 神的权难和主宰 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 神不许可 撒旦想抓也抓不到 若是神许可 那我躲哪儿也不行了 认识到这些 我有了信心力量 继续配合善后工作 嗯 十六号的早上 我得知 另一个佩达的姊妹 欣逸也被抓了 我心里很沉重 上层带领来信 让我们赶紧通知 新义住家的几个弟兄姊妹转移 是啊 这得赶紧通知了 对 我心想啊 我要是去通知 万一警察在那端坑 我不是自投罗网吗 要是警察知道我是带领 那对我的酷刑折磨就更重了 不把我打死 也得打残了 哎呀 我越想越害怕 觉得自己的处境很危险 我走到窗前 常叹一哭泣 我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呢 如果不去 其他弟兄姊妹找不到这个家 难道就眼睁睁地 等着弟兄姊妹被警察抓捕吗 思来想去 我心里很痛苦 不知道该咋办才好 我跪下来向神祷告 神啊 我心心太小了 我活在胆怯害怕中 不想去通知弟兄姊妹 我太自私了 神啊 我愿意靠仰望了你 愿你加给我信心力量 使我凭着信心 去经历这样的环境 也愿意带领我 认识自己的败坏 祷告后 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狄基督自私卑鄙 这方面最严重 他对神没有真实的信心 更没有忠心 临到事只保护自己 保全自己 他认为自己的安全 比什么都重要 教会工作受多大亏损 都无所谓 只要自己能活着 不被抓就行 这些人特别自私 他们丝毫不考虑 弟兄姊妹 不考虑教会工作 只考虑自己的安危 这就是狄基督 那对神有忠心 有真实信心的人 临到这类事 会怎么处理 和狄基督的做法 有什么不同 对神有忠心的人 临到这类事 会想方设法地 维护神家利益 保护神的祭物 不受损失 把带领工人 和弟兄姊妹 都安顿好 使损失降到最低 而敌基督是 先把自己保护起来 不管教会的工作 与神选民的安危 当临到抓捕时 就给教会工作 带来了损失 敌基督把教会的工作 把神的祭物 放弃不管 也不安排人 做善后处理 这就等于 任凭大轰隆 把神的祭物 与神选民掳去 这是不是变相地 出卖神的祭物 与神选民 对神有忠心的人 他明知道环境危险 也要冒着危险 做好善后工作 使神家的损失 降到最低 然后自己再撤离 他不是先考虑 自己的安危 你们说 在大轰隆 这个邪恶国家里 信神尽本分 谁能保证 没有一点危险 不管尽哪方面本分 都得担着一些风险 但尽本分 这是神的托付 跟随神 必须得担着风险 来尽本分 讲智慧是应该的 采取点安全措施 都是有必要的 但不应该 把个人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应该体贴神的心意 把神家工作 放在第一位 把福音扩展 放在第一位 完成神给你的 托付最要紧 这是第一位 而狄基督把自身的安危 放在第一位 他觉得其余的 都与他无关 不管谁出事 他都不在乎 只要自己不出事就行 这样他就轻松了 他丝毫没有忠心 这就是狄基督的 本性实质决定的 阿们 神的话揭露 狄基督特别自私卑鄙 领导士 只考虑自身的安危 把自身的利益 放到第一位 对弟兄姊妹的生命 和神家的利益 不管不顾 对神没有丝毫的忠心 是啊 对照自己的表现 不是跟狄基督一样吗 临的危险环境 我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危 心一被抓 我明知道不去通知 跟他住一个家的弟兄姊妹 那他们可能 就会被警察抓走 可我怕被抓 被打残打死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就不想去 临的事 我心里想到都是自己 不管弟兄姊妹的安危 我太自私卑鄙 没有人性 真正有人性 对神有忠心的人 临到危险环境时 能放下自己的利益 维护教会工作 可我呢 临到危险环境 当缩头乌龟 苟且投生 丝毫不顾神家的利益 和弟兄姊妹的安危 这跟可耻的犹大 有啥区别 想想历代圣徒 为了传福音 献青春舍性命 在逼迫患难中 为神做出了美好的见证 我接受了神的末世做工 享受着神所发表的真理 我所得的超过历代的石头限制 毕不患难临到 身边的带领 佩搭的弟兄姊妹先后被抓 神保守我没被抓 我要是有点良心 就会站起来维护教会的利益 保护弟兄姊妹的安危 是啊 可我呢 处处考虑自己的利益 一点不体贴神的心意 还不如一只看家狗 对主人有忠心 这是不配成为人 认识到这儿 我恨自己太自私卑鄙 听你这么交通啊 我感觉挺蒙羞的 临到危险环境 我首先考虑的是个人安全 不顾教会的利益 和弟兄姊妹的安全 我这时自私卑鄙 没有人性啊 后来我又琢磨啊 我特别地顾惜幸运 总怕被抓被折磨死 那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 那你后来是怎么认识的 后来我看到神的话 全能神说 主耶稣的那些门徒 都是怎么死的 有被石头砸死的 有被马托死的 有被倒定十字架的 还有被五马分尸的 各种死法都有 他们死的原因是什么 是他们做坏事了 被法律制裁了吗 不是 他们是因为传扬主的福音 世人不接受 反而定罪打骂 还把他们置于死地 他们就这样殉道了 那些殉道的人 咱们不提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 神怎么定归他们的行为 就说他们走到最终的时候 他们结束生命的方式 合不合人的观念 如果按人的观念来看 他们为传扬神的工作 付出那么多代价 最后被撒旦残害死了 这是不合人观念的 但这些事 恰恰就临到了他们 这是神许可的 这里面 有什么真理可寻求呢 神许可他们这么死 这是神的咒诅定罪 还是神的安排与祝福呢 应该都不是 那是什么 对这些人的死 现在人想起来也挺心痛 但事实确实是这样 信神的人这样死去 那该怎么解释呢 说到这事 你们就会设身处地地 想到自己 那你们心里 是不是不太痛快 有点隐隐作痛 这些人尽本分 传扬神的福音 应该算是好人 怎么能有这样的 下场结局呢 其实 他们的肉体是这样死了 去了 以这种方式离开这个人世了 但并不代表他们的结局 就是这样的 无论他死的时候 去的时候 是怎样一个过程 怎样一种方式 都不是神对他这个生命 这个受造之物 最终结局的定规 这点你得看透 相反 他们恰恰是用这种方式 定罪了这个世界 见证了神的作为 这个受造之物 用最宝贵的生命 用生命的最后一刻 见证了神的作为 见证了神的大能 来向撒旦 向世界宣告 神所做的是对的 主耶稣是神 是主 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到他们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他们都没有否认 主耶稣的名 这是不是对这个世界的 一种宣判 他们用他们的生命 向世界宣告 向人类证明 主耶稣是主 主耶稣是基督 是神所道成的肉身 他所做的救赎全人类的工作 使这个人类得以生存下去 这一事实是永远不改变的 那些为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而殉道的人 他们尽的本分 达到什么程度了 是不是达到极致了 这个极致用什么来表现 献出生命 对了 是用生命做代价 人这一生当中 家庭 钱财 物质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 唯独与自己有关的是生命 生命对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 是最值得神宝爱的东西 是最宝贵的东西 他们恰恰能献出 他们最宝贵的东西 来证实 来见证神对人类的爱 直到死 他们都不否认神的名 不否认神的做工 而是用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 来见证这个事实的存在 这是不是最高的见证 这是最好的尽本分 这是尽到责任了 即使撒旦威胁恐吓 甚至最后 要让他们用生命来做代价的时候 他们都没有放弃他们的责任 这就是尽本分达到极致了 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让你们 也用这样的方式来见证神 来传扬神的福音 不一定需要你这样做 但是你得明白 这是你的责任 如果神需要 你应该义不容辞地接受 阿们 看了神的话我明白了 如果真能看透生死的价值 看透人生的意义 就能在逼迫患难中 不受死的侠置 坚守自己的本分 活出命来 站住建筑 想想历代的圣徒 为了传扬主耶稣的福音 抛托鲁撒热血 为神殉道的不计其数 有的被石头砸死 有的被马托死 他们用生命的代价 为神做出了钢枪响亮的见证 他们的死是有意义的 是为艺术逼迫 是蒙神充许的 是啊 他们虽然肉体死了 但灵魂并没有死 对 有的人被抓获 害怕遭受苦情折磨 就背叛神 出卖弟兄姊妹 成了可耻的犹大 严重地触犯了神的性情 失去了神的旧恩 虽然肉体活着 也是行尸走肉 最后还要下地狱受惩罚 那是永远受痛苦啊 是啊 正如主耶稣说的 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阿们 阿们 此时我才明白 这句神话的含义 之前我对死的事看不透 就怕被警察抓住打死 认为死了 就不能蒙拯救了 现在才认识到 肉体的死 并不是真正的死 肉体死了 但是灵魂在神那儿 人能为一处逼迫而死 是蒙神称雪 蒙神纪念的 现在弟兄姊妹身处危险之中 在这关键时刻 我不能再考虑自身难为了 我得赶紧想办法 通知弟兄姊妹转移 即便最后被警察抓住 苦情迫害死了 那这样的死 也是有意义的 阿们 认识到这儿 我心里很踏实坦然 晚上 我就去新衣住的那个家 一楼上我不停地倒高深 当走到高清监控下时 我心里又有点害怕 我就绕到 从偏僻的小巷 去了那个家 走到楼下 心里又紧张起来 很担心有警察 顿坑结束 我就在心里 一直呼求神 我想到神的话 整个宇宙的每一件事 无一不是我说了算 什么事 不是在我手中 神的话给了我信心 我心里不那么害怕了 顺利地把弟兄姊妹 转移了出来 我悬着的心 终于落地了 感谢神 后来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对神利用大慌 效力的意义 明白了一些 真心跟随神的人 都是能经得住 功成的检验的 不真心跟随神的人 则是经不住 任何失恋的 这些人或早或晚 都得被驱逐出去 得胜的 在国度之中存留 人是否是真心寻求神的人 是借着工程的检验 也就是借着试炼 而才决定的 并不在乎人自己定规 神不随便弃绝一个人 他做的一切 都让人心无口福 人看不见的事 人不服气的工作 他都不做 是真心还是假心 都由事实来验证 这是人所不能定规的 脉子不能成为败子 败子不能成为脉子 这是不可疑惑的 凡是真心爱神的人 最终都能在国度之中存留 神不会亏待 任何一个真心爱他的人 阿们 阿们 神允许大红龙逼迫 抓捕基督徒 是利用大红龙效力 来检验工程 看我们对神 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忠心 这对每个信神的人来说 都是检验 有的人因着胆怯 不敢信神了 有的害怕被抓 躲藏起来 不敢尽本分 还有的被抓受不了哭刑 背叛神 做了优大 这些人 都是神做工 显明出来的败死 不信派 最后都得被淘汰 而有的人 不管环境多恶劣 能坚持尽本分 维护教会工作 即使被抓 遭受酷刑 他情愿坐牢 也不当优大 他们为神 做出了响亮的见证 这些人 才是真心信神 忠于神的人 是啊 借着大红龙笑吏 把教会里真信的 假信的 败子 麦子 都显明了 不知不觉 人就各从其类了 神的做工 太智慧了 是啊 同时呢 借着环境显明 让我看到 自己信心太小了 平时没有灵的环境时 在神面前祷告 愿意为神撇起花费 环保神爱 可怜的危险的环境 我考虑的都是自己 紧急关头 这弟兄姊妹的安危 与神话语书籍 不管不顾 我这不是欺骗神吗 若没有这些事实的显明 没有神话语的审判刑法 我对自己 自私卑鄙的撒旦性情 不会有认识 还觉得自己能卸家实验 对神有忠心 肯定蒙神称许 等神做工结束 就能蒙拯救进天国了 我不认识自己 真是太可怜了 借着大红隆的逼迫抓捕 显明我的败坏 看到自己没有真理 太危险了 这也促使我追求真理往上够 以后面临更大的环境 才能经得住检验 才能得胜撒旦 为神做见证 经历这些环境 对我的生命太有益处了 这是神对我的拯救 经历过来 我心里也对神充满了感激 是神话语的带领 是我对神的权柄 权能主宰有了些认识 加赠了我的信息 感谢神 听完你的交通 我也有一些信心了 感谢神